是他自个儿啊,撞到网上了,他就自认倒霉吧,也怨不着谁,这家有家法,国有国法,这次啊,他就是滑过去了,也得给自己啊,脱层皮。 娘,你何必这样不依不饶呢? 不是我不饶他,是陶人律不饶他。 人家恶硕将军是出了名的老诗人,再说,他又没做什么对不起我们的事。 他当然没什么对不起我。 可是他女儿呢,对不起我,更对不起你。 挂什么打过挂了,乌云珠是个丧门星,没进宫的时候,他方他男人,进了宫他方你。 没有他的时候,皇上一直宠你,有了他,你从皇上跟起来成什么了? 你成了,丢在门边的破靴子,没人碰了。 娘,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? 说了没用,不说更没用,还不如说出来心里舒坦些。 哎,失宠就失宠吧,这也不要紧。 咱们有三阿哥呢。 可现在这下倒好,你生什么,他生什么,这四阿哥呀,撵着玄夜的屁股就跟上来了。 你儿子,要是跟你一样失了宠,我看你怎么办? 玄夜虽说是有帝王之相,可是也嫁不住人家,你别说了。 不说出来,我咽不下这口气呀。 哎,大爷儿啊,挂死他们说了,只要乌云珠的娘家倒了大霉,这个丧门星的气数就算是尽了。 你别拦着我,为了你,为了玄夜,娘豁出去了,我什么都敢做。 就是变成狗,去咬他们,娘也心甘情愿,娘认了。 娘,有皇太后喜欢咱们玄夜,我知足了。 哎呀,光他一个人喜欢有什么用啊,你得让能帮你的人啊,都伸出手来帮你,这才是要紧的。 外边的事儿,你就放心吧,有你嫉妒舅舅的底和殉亲王的关系,还有所大人。 我爸能上上签的,都给他上上签。 哎,后宫这方面啊,你得自己想折。 武良府那家伙儿,油脱滑脑的,他真听你喜欢呢。 哎? 娘,您不用再为我争什么了,争也没用。 我已经看透了,军阳以后会怎么样,谁说了也不算。 该他得的,谁抢不走,不该他得的,咱争也白争。 娘,我还…… 呦,吴公公。 佟夫人,话说得差不多了吧,奴才在外边后着送您出宫,这腿都占酸了。 怎么着,抬抬腿腿,奴才送您出宫啊。 吴公公啊,请亲王从福建捎来信,问您安娜。 哟,我怎么有这么大的面子呀?啊? 不错了吧。 不错了